1 哈囉 大家好 請 那今天就來是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那昨天的封面你們看得懂我在畫什麼東西嗎 欸 我畫的其實就是鋼鐵敵人的鋼鐵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有夠白癡的 那今天的話 大家有猜到我們封面是什麼嗎 也可以來猜一下囉 好不好 今天繼續打一下我們的傳奇關卡的 最終大陸的二星 欸 這應該是新的旅程了喔 天涯小廟 這關的話基本上是三個這個 一般種族的敵人啊 那最近的話我們抽到那個無屬性的角色的話好像 欸 我們那個莉莉是不是可以啊 那我們就來讓莉莉登場一下是不是 該讓莉莉秀一波了是嗎 我記得莉莉好像是無屬性什麼東西鬼的嗎 我不知道 嗎 我不知道 欸 可是這邊好像沒有莉莉的身影啊 我想說如果有莉莉的話我們就可以來玩莉莉一下 我記得好像有欸 無屬性什麼東西鬼的對不對 阿怎麼他沒有在那裡面啊 莉莉 為什麼你沒有在剛剛那個名單裡面 你怎麼會沒有 來看一下喔 對啊 善於攻擊無屬性敵人啊 還有異星啊 他應該是被歸到異星裡面了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 把大佬婆換下來換莉莉上去喔 不能再讓大佬熟被受攻擊傷害了好不好 昨天他已經上場 他已經累累了 我們要再讓他躺在床上 欸 我跟你講 真男人就是自己出去外面打拼 然後讓我們的 那個好老婆們在家裡好好的休息啊 這就是真男人 啊 他們你們就算是說 欸 這邊那些 你說是老婆了啊 你把他派出場 呃 大老婆比較多 待遇嘛 對不對 大家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那個好不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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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麼仔細 好不好 大家不要看 啊 天涯小廟 直接被被車爛了 怎麼會這樣 這邊的小天好像有點多耶 那個蠟腸犬圈好像就夠我 夠我嗨了這樣子 好 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有泡上康康五貓喔 康康五貓應該還是無敵的 媽 無敵 媽 我知道 沒關係 搖險羽莉莉 搖險羽莉莉 善於攻擊 打起來 還是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是一般敵人 無屬性敵人 善於攻擊 可以的吧莉莉 喔可以喔 而且你看這邊有沒有 無敵盾牌這邊一直開 對不對 就算被填被打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還行 他怎麼又有一隻蠟腸犬圈啦 怎麼會這樣啊 一堆耶 別再來 別再推了 推下去會死人喔 哇 獅子獸真的是 哇哇哇哇 直接把 他直接把我們的 女神給舔掉了 欸不是啊 這關 不行 我要叫別隻了 小人好多啊 哇哩哩哩 媽 老狼喔 真的是老狼耶 各位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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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小廟 廟農辣了很多人喔 夭壽喔 哇 這關是甚麼鬼啦 這關到底是甚麼鬼 哇 完了完了完了 死一獸 完了完了 三獸了啦 欸 我們被 我們被火柴人幹翻耶 我們被火柴人幹翻耶 夭壽啊 太慘啦 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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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派出 機械有雙拼 開打了 不能再讓這些 小人太開心了 不是吧 那小人 太神了吧 究竟是何邦神聖 欸 這些人 這個小人聚集在一起是真的很噁心耶 群聚是很可怕的各位 群聚是很可怕的 啊 我覺得最恐怖的其實是那個死乙獸 因為他在那邊一直舔一直舔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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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是啦 這人也太多了吧 是真的很多耶 Oh my god 我們待會先出個二號機好了 要全與立力 沒有表演空間 哈哈 他直接被舔爆了啦 而且還被那個小人玩爆了 夭壽 啊完了 欸 自己死乙獸老師是不是有點強啊 西雙老師這邊有點強啊 妖獸啊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哎唷 喂啊 別鬧別鬧 走起走起 我拜託你了 我拜託你了 妖獸你遇到有沒有打到西雙啊 你的那個無敵盾可不可以多開一點 不是這個西雙是一直被保護住嗎 怎麼一直沒死啊 一直KB一直沒死 太噁心了吧 西雙 別搞啊 別搞啊 好恐怖喔 天啊 太扯爛了 太扯爛了 弄死弄死 妖獸啊 欸不是欸 他活很久欸 你們發現嗎 然後我們這關二號機還沒辦法對他造成什麼傷害啊 哇 這麼強了嗎 不過到後面好像就沒有其他小人那些 好像又出一隻了 但是沒有出到那麼多隻了喔 看起來應該是還好了 媽 媽 欸我現在只能碰一下碰一下欸 要不要交給拉麵王了 拉麵王碰一下碰一下這樣子 要不然就靠貓砲喔 哇這隻 欸這隻也太強了吧 這隻是我們那個 超猛的死以獸之王了吧 完全進不去欸 我們只能慢慢用拉麵王慢慢轟了 唉唷喂阿 拉麵王阿加油阿 拉麵王你可以的 像魚人貓阿或是康阿武貓他們都打不到欸 希望這關是不要有黑熊阿 不然我們就完了 不是這才二星關卡欸 二星關卡就這樣三星關卡他會發生什麼事情阿 三星關卡大概就一定要帶美女神了欸 不然完全打不到他欸 只能靠貓砲或什麼之類的了 八戒應該可以吧 媽 轟個一下 可以吧 可以 靠八戒找到牽出他 哇 天涯小妙 不小欸 人有點多欸 不小欸 多到爛欸 然後 末日之谷 又天涯小妙又末日之谷的喔 這關的話應該就可以這個喔 好不好 來來來來 剛剛才說讓老婆休息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輪到老婆上場的時間阿 大家一定看不膩 一定是還沒有看夠對不對 不是看不膩 大家還沒看夠 所以我們再讓大老婆出來表演一下 很久沒登場了 再讓他出來玩一下喔 莫比烏絲 有沒有機會三階進化呢 應該是沒有啦 感覺最近好像也很少跟Crashviver做合作了對不對 你們還有人在玩Crashviver嗎 那款遊戲好像聽說也是不錯的對不對 聽說也是不錯的 等朋友們老師 先把這個樹懶給打掉 樹懶掰 樹懶下去吧 樹懶 準備下去了 樹懶 準備下去了 樹懶 好了 粉本老師來了 這邊加給我們的大老婆 莫比烏絲跟二號金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擊退 老婆 Nice 可是擊退加大傷害是很牛皮的 我記得應該是擊退加大傷害阿 沒有記錯的話 阿怎麼一群沒中神 欸不是欸 不過這邊 因為我們老婆的身影 所以二號金彩打比較輕鬆 鐵定的 鐵定的鐵定的 弄死 好啦我今天想好我要畫什麼了各位 你們自己猜一下吧好不好 我畫的那個就是 單一個人不可怕 一群人的時候非常非常可怕 你們就猜我要畫什麼了好不好 滿滿都是人頭這樣的感覺 最後的高塔 哇這關又有鋼鐵敵人了 又是鋼鐵 沒關係 看一下我們百分之百暴擊部隊 跟他們會一會 阿如果沒有百分之百暴擊部隊的話 那就記得要燒香拜佛好不好 祈求一個 好神 好神機嗎 就ok了 來了 暴擊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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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麻煩的是那個犀牛耶 鋼犀腳的董樹是真的很快的阿 這場比較尷尬就是還有黑帝王 恩 剛剛好像有打到他彗星級 但是他沒死 喔喔喔你看這個董樹 這個董樹 救命 好險有灰烈機阿 其實灰烈機很不錯耶 他可以繞那個鋼鐵點緩速是真的救了我們不少阿 尤其是有這種就是高生命體的那個 剛蜥蜴腳跟那個的 跟那個海豹的時候 他的位置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耶 他們緩速 不然七歲雖然就是很容易暴擊 但是他的那個攻擊範圍也不是很好巧的喔 好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就先玩到這邊了 大家猜到哲平今天要畫什麼東西嗎 就敬請期待喔 我現在已經小畫家 已經小畫家中毒了耶 還蠻喜歡的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了 我的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